梅艳芳 永远的乐坛天后 十二月三十日就是她的忌神 百变形象的梅姐由出到至今 无论她的感情生活、星图发展 或是她的百变形象 都令人跚跚落到 这一连串的回忆 令我们回味再回味 1982年18岁的梅姐 参加TVB和华星合办的 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 就是这样改变了她的一生 令她成为永远的乐坛大姐大 而她出道之后第一首成名作 就是《心寨》 提醒�张aren啊 彩星漂亮红 believers 从从心中痴哉 约是牵下你一生 无 Kosky 爱在我心底 柔柔心中痴意 源源不绝抚慰 只望可补偿一切 明明用尽了努力 明明事事都不计 为什么万官痴生 都等于枉费 原来今生生寨 常还不是一世 千代千生难估计 游游心中痴意 源源不絕撫慰 只望可保守一切 明明用盡了努力 明明事事都不計 为什么万般痴心 都更枉坏 原来今生心寨 常还不是一世 千代千生难估计 能够唱出这么哀怨的情歌 可能是跟梅姐在爱情路上 经常跌跌碰碰有关 又听听当年占叔如何向她大逼宫 放马过来 每天都说你感情生活 其实是多彩多姿 对吗 怎样是多彩多姿 我不想的 多男生 其实你们所说的多彩多姿 其实是一种苦事 拍拖不代表是好的 为什么 我觉得我是辛苦 如果有感情稳定的 我觉得才会幸福的 现在它沉沉秘密 根本是一种辛苦 我觉得是一种很辛苦的经历 不是外面说的多彩多姿 我不觉得这样 是否因为你也算比较坦白呢 在报章这么久以来 都算有几段的感情都公开过 看你这么多的感情 都算是多姿多彩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自己对感情和爱情的看法呢 我就用了一句 讲过一句 我是在乎天长地久的 我不是曾经拥有的人 问题就是每一次 我都很开心 很投入感情的时候 我又不想